嗨 大家好 現在是2019年2月3日 這裏的洛杉磯時間是年二十九 呃 看看 差不多十二點鐘 三點五十分 大陸時間現在是將近凌晨四點鐘 各個佼佼豬 但已經是年三十時間 即是四號 因為四號 我們這裏是三號 我們還是年二十九 始終我們大陸什麼都是超前的 所以我們中國人非常之第一 那現在我先喝一杯茶 那現在呢 雨呢 沒什麼雨的了 但肉眼看上去呢 就有些雨粉 那我如果我是用這部打扮機去拍的時候呢 看不到有什麼下雨的跡象 那在一小時前 我呢 就是拿一部手機 那在這個後花園那裏拍的時候呢 就很大雨 那我說過呢 就是比昨天雨水大 那現在也不錯 現在已經開始了 停了雨 但待會也會有雨的 因為在表面上看 再停一停 那待會有 因為加州陽光很猛烈的 那現在你看到有加州陽光的 所以就 暈塵很厚 暈塵很厚 暈塵厚才是這樣的 那我自己先喝一杯茶 那如果是 嗯 待會呢 我也會開車出去 開車出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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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就不喝了 因為太遠了 那如果我要去玩街上去喝茶太遠了 那有沒有什麼別要 那如果我就近這裡喝茶呢 那 有就好像不是說 嗯 嗯 嗯 十分之喜歡這邊的茶樓 因為畢竟呢 我在那個蒙市那邊呢 就是說 之前我住的那地方呢 有幾年時間 在那邊比較熟悉 還有那些服務員 大家都是面孔比較熟 去那裡喝茶 你自己喝茶也可以幫人聊天 在這些地方畢竟是少 所以去那裡就餵一下家裡喝茶 家裡喝茶一樣 新年快到了 我們這個洛杉磯也是比較平平淡淡 很多人是上班的 我記得去年2018年我也是 新年的時候是上班的 所以上班也不是平時沒有 平時過程是沒有兩樣的 因為你在外國的地方 連外國都不知道是甚麼過年 只有自己在工作場所 你會說恭喜新年 你才會看著這個字 才會說這已經是過年了 所以特別 好像現在我住在墨西哥區 這樣說 隔壁左右 全部都是墨西哥人 那你說過年了 他都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這裡沒有張燈結彩 有甚麼氣氛 那如果你想說有甚麼氣氛的話 你必須要去華人多的地方 例如去喝茶的地方 那你就會感受到 因為那幾天 茶樓已經很滿了 那你想要捕位 那你喝茶要排隊 那你就覺得 人頭湧湧 那你想喝一口茶 你要提早去 就是上午一定是十分鐘之前 你就要去許定那裏找位 那如果你硬了的話 那它肯定沒有位 那在這個場面之下 可能你就會感受到 那就是過年 因為人多嘛 那虛虛陷陷陷的 那你就有一種心 你就會覺得 這就是我們中人的新年 那除此之外 你 你是 離開橫街的話 那你就 可以說 嗯 一點都感覺不到 是甚麼 它不同 那個西方節日 那個聖誕節 那聖誕節 他們是 最 就是他們 他們是 他們特定的節日 那你會看到 就是說 晚上 那你在人家的那個住家 家裡 很多那些燈飾 就是 有聖誕老人之類的 那你就很確切地 知道 是 過那個 他們那個聖誕節 而且他們放假 放長假 都是十幾天的 那 他們肯定是很高興的 所以 聖誕節 那幾天 那我同樣休息的 那我去他們的那些商店 商照 就是 人滿為患 那 那 那他們有家房 那 那 那 看看我們自己 本身這裡的 海外的 那些華人 那 基本上沒有家房的 那 那些工廠 那麼 那 那些 他們那些 那些 冩字樓 都是沒有家房的 因為他們跟著這裏的假日去逃走 所以這裏沒有假日,沒有什麼,天天上班,就沒有什麼區別 所以這個新年來說,我們現在大陸是放長假 起碼都是有十天假期 這樣才有這樣的時間,去旅遊也好,去慣親戚也好,去找朋友喝茶 有這個節假日,有休息的,有這樣的時間,大家坐在一起 在洛杉磯這邊,因為他沒有假日,每個人都要上班 不是唯一的,就是晚上,回家 你才說,我可以拿一家團圓,或者打個鞭帽,或者吹吃個飯 這個時間,你還要算得很準 有些人要上班,要十二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要晚上十五小時 有時候老闆說,今天是那一年,早點回家 可能會提早兩個小時,就下班 那些人就出去吃宵夜,去酒店那裏就醉一醉 這樣不斷表達對新年,還要祝福問候 會不會是雙日新年好,身體健康 就是用語言上的一種祝福,是這樣的過節方法 所以是這樣的 所以當年來說,我在洛杉磯那裏就深深感受到 就是一種形式化 當然過節本身是一種形式化的 現在除了廣東那種移民比較多的地區之外 其他那些都是,可能都是單身一個 比如說我在美國認識的那些 都是一日子宮,有一個家庭 他真的沒有親朋好友在這裏 都是在美國認識的 只能夠湊合著,湊合著,過節才是這樣的 所以是五年月亮的 台山,中山,這邊的那些地區 他們舅父,姨媽,全部都已經移民在這裏 他們不同 他們反而回到我們的大陸,反而覺得很難適應 因為基本上能夠移民來到洛杉磯的人 基本都已經是移民來了